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清代嘉庆年间山东藤县的民间艺人通过绑枝琵琶创作而成的一种弹波乐器 因使用柳木制作,外形也类似柳乐的形状 故名柳乐琴,别名柳乐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我国的民族音乐社团上海大同乐会 就曾制作一套古今明珠乐器 这其中就包括了柳琴 88年,曾任徐州乐器厂技术厂长的孟庆超先生 为使徐州柳琴制作这项技艺不至于失传 组织起部分下岗专业技术骨干 成立了孟式琴业有限公司 专门从事柳琴的生产制作和推广 江苏柳琴制作技艺系纯手工制作 首先,根据做什么档次的柳琴来选择所用材质 要选用自然干燥五年级以上的琴胚 选好料后,首先用木工豹子刮好一个平面 用柳琴外形样板画线 按照画好的线内部位 用半圆铲、连铲、斧头、精心的铲挖琴的内枪 这是一道比较关键的工序 琴枪的每一个地方的深浅程度和圆弧的尺寸都很讲究 它的厚度和角度都是经过反复试验 里面还包括了真学的原理 直接影响着一把琴的音色 这也是梦式琴叶的柳琴 与其他地方柳琴有重要区别的地方 内枪整理好以后 开始用斧子、锯子、连铲整理外形 大体外形出行后 用一字抱、琴绑错、马牙拓等工具 一遍一遍地再进行加工整理 琴体整理好以后 开始做琴头 做琴头是一道细活 要将木料裁切 使得琴头的背面成蝴蝶的形状 出具雏形的琴头 也要用扁铲、错刀进行一遍一遍地修整 打磨、直制成形 做好的琴头就像一件工艺品 琴头做好后 要与琴身紧密地配合连接 用密质粉胶粘合 必须使用这种胶 颜合力强不怕水 烫眼 烫眼是指要在琴头的两侧 用炉火烧红的落锥烫出肘孔 烫肘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追孔 烫出的肘孔要与琴轴紧密贴合 不能松动 否则会出现滑轴现象 这样的琴会直接影响演奏 接着是按板子 按板子是将制作好的面板 按压在琴枪上 拼板子也是在四弦二九频六琴上才适用 一块面板从中间破开 分为阴阳两面 然后花纹一样地拼在同一面 粘合成面板 面板的两面用抱子抱平 厚度尺寸都有精确要求 偏薄偏厚都会影响柳琴的音色 刮好的板子要与琴体配合好 然后用琴梁把面板弧度固定 待琴梁和面板贴合固定好后 才能琴身合二为一 等面板完全干燥后 再进行整体的做细 打磨 修整 然后交到下一工序 打磨后清理干净 要进行上漆工艺 先上两遍红胶漆 将表面的漆片打磨掉 在涂清漆清漆刚造后要进行打磨 反复六遍以后 细膜清理上蜡抛光 最后进行装配 安装琴头装饰 阴窗 伤口 凤凰台 琴码 装弦 调品 柳琴共有29品 采用12平均率的排法 每一个品与琴弦的距离 决定用琴人演奏柳琴时的手感 失利与否 而品与品间的距离 直接决定琴的音准 所以 调品 全品调品者的目视 手感和多年的经验 所以 调品是一项 很有技术含量的工作 柳琴在中国音乐表演的领域里 扮演着各种各样的角色 在民族乐队中 柳琴是韩国内乐器组的高音乐器 有独特的声响效果 常常演奏高音区重要的主旋律 由于她的音色 不易被其他乐器所掩盖和融合 有时还担任技巧性很高的 华彩段落的演奏 她既适用于演奏欢快 对比强烈 节奏鲜明 有弹性和活泼的曲调 也适用于演奏优美抒琴的旋律 在乐队中 能与琵琶 软 针 二胡等乐器 和谐默契的合作 另外 柳琴还具有西洋乐器 曼陀林的音响效果 与西洋乐队合作也有风味 在音色上也能水乳交融 相隔一张 受现代社会发展的影响 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 柳琴的使用者人数 较以往有所增加 柳琴生产也呈现萎缩趋势 柳琴制作工艺的传承前景令人堪忧 因柳琴全部是手工艺制作 工序繁复 耗时费力 造成目前传人难觅的局面 而且 现有柳琴制作艺人年事已高 专业制作人才逐年减少 后继无人 柳琴制作这项传统工艺 续存状况不容乐观 高档柳琴的制作 多采用老红木 象牙等名贵原料 受资金 市场限制等原因影响 不易得到